那哈阿姨你想知道 您在她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她没跟我说话 我觉得你们平时跟你沟通这个不多 比较羞涩 这样今天她的老伴啊 把这个千言万语都汇在了一封信里 我没来啊 我以为来了 在一封信里她要通过信件来表达 哎呀我觉得都特浪漫 这个事还不浪漫吗 我们把信拿上来啊 还有封信 手写的吗 我这兴致都发黄了啊 手写的吗 是手写的 是我先生写的 您给我们念念好吗 亲爱的夫人 在你录制电视节目之后 给你写几句心里话 不好意思的啊 不好意思的 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 原本应该跟随你 一同牵往 但是害怕 今天增添了你的心理负担 但是又害怕 今天增加了你的心理负担 还是默默的在这里祝福你吧 祝福你成功 今生有你陪伴 是我人生的幸福 不管是年少的时候 还是白发今天 我会永远陪伴在你身边 我会永远陪伴在你身边 在你心里有你 生活会充实 会充满阳光 祝你潇洒地发挥 完美展现中国女性的风采 十多年来 你对服饰 模特事业的热爱追求 我看在眼里 感动在心里 我会永远支持你 希望你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多走一些自己喜欢的设计师的秀 这很细腻的 非常关心 所以比有一些男人在表面上 所谓的浪漫要强多少倍啊 有时候爱就是在心里的 这是心生啊 这是爱的表白 阿姨你看到这个心 我想说一句啊 谢谢剧主的同志们 为我付出这么多 这么多年 我先生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话 他是一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书呆子 就是有时候有些大男子主义 有的时候我们也争争吵吵 但是我们之间还是很和谐地 生活了四十多年 我感到我这一生很幸福 亲爱的人 亲爱的爱 谢谢你这么长的世界 可以找我 亲爱的人 谢谢你